这盘棋讲解是飞刀续集 上一回说到王天一中了飞刀 输给了孟臣 本剧我们看一下这个飞刀如何破解 这是2022年的星光碑 第三轮的第五盘棋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对兵转中炮 这常见招法就是上鞭马 那么上正马的话 它是一个冷招系列 就是从中路加强进攻 但是这个棋也会被黑方利用 红方呢故意就弃一个子 形成一个空头炮 所以呢黑方还是平居过来吃马 比较稳妥 这儿红方先吃一个 黑方的话这里也不敢轻易上马 因为炮因此空头炮 所以的话对方这里只能选择一个飞向 接下来这起呢 黑方想上马 红方就按住不让 出局还要吃炮 当时呢王天一对孟臣走的是 平居过来 这招棋呢 应该来说是等一步棋 让红方出局再封锁 结果红方没有出局 走了一步平兵 吃炮 最终呢弃子啊 王天也没敢吃 那么路就下风了 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是走空了一步 其实正招的话就是进炮 你出局我就封你 你不出的话将来还不管你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红方就出 先抓一下 那么黑方看住 接下来马退回 到这儿这个棋啊 你现在马不能上 否则把炮换掉之后呀 打将抽着鞠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想上马 他就冲中兵啊 那这儿的话 黑方就退一步 要放中炮 一旦把这个鞠换掉 把窩心马震住 那不舒服 红方必须挑出 黑方顺势已将 局面到这里的话 应该来说 黑方对红方鞠形成了封锁 下一步棋还有吃炮 黑方已然是占优了 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呢就可以破解红方的飞刀 这就是啊 飞刀续集 那布局到这里已经完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棋飞刀已破 黑方是如何攻城的啊 他要吃炮 那红方弃个兵为代价 选择对杀一下 走得很顽强 黑方呢进行一个打码 红方冲中边意思是 你打 我拱一将摆一将吃你 所以的话将来这个棋啊 他就选择先不是不让 那么强行去冲 这儿马三进五吃掉 退马看住炮 双方在纠缠着 黑方现在准备尾马 红方这个棋连起来 这儿选择要出局 黑方呢就不让 红方强行杀出 双方进行交换 黑方这个棋残局就是多一个足 红方的话这个棋啊 选择一个防守 找机会反击 那么这盘棋啊 开局破了飞刀 那么残局的话 可以说更加精彩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的残局水平呀 可以说是堪比许云川的残局啊 孕子如神 非常精妙 那么红方现在回马 想吃足 黑方先把马扣住 准备找机会 要消灭你的马 到这儿的话 红方啊 一旦把炮一换掉 那就不行 因为他打马 你总要退回吧 换掉这个炮 你并种差 所以临场就先拆炮 打一部门弓啊 这儿飞向 然后再平炮 准备消掉地方的足 黑方先把这个马逼退 然后的话 他选择知识啊 妙用试相 非常灵活 我们看这盘棋 就是一种 非常舒服的感觉 让人赏心悦目啊 黑方就捕适 红方下几炮就没用了 然后呢 选择飞向 这儿人家炮起瓶酒 开始谋你的兵 现在黑方就是靠多阻杀你 红方也没办法 只能去保 这儿的话 看似双方自己相当啊 那黑方下出的飞向 又是一个顶马 精彩 这儿你平炮之后呀 这边又落这个向 自己运得非常漂亮 红方这个马一上之后呀 黑方再次把你扣住 红方 腾住手带准备过兵啊 那黑方就平炮挤住 眼看要平炮打四马 那红方赶快上马去结围 黑方顺势呢 就吃一个 到这儿的话 红方过个兵 黑方现在又是一个平炮 这个棋啊 把马又给陷住 到这儿红方两个马 无法施展 进炮的话 人家又落向 远离这个小兵的威胁 这个视像运得太灵活了 平炮之后呢 这里又是一个拆炮 准备呢 可以打马 那么现在这个棋啊 红方先平兵吧 那么这儿的话 正常啊 可以打马 他不着急 选择这个退回 准备呢 将来困对方另外一个马 红方先退回再说 也不管你 黑方的话 这个棋啊 一个顿挫 过来打马 这儿红方闪开之后呀 这个兵就丢了 所以打了对方措手不及啊 现在这个棋啊 红方架中炮 试图马戚进武 那么这个棋 看着挂脚踩势很凶呀 黑方顺势给你对中炮 就是欺负你必须差 那么你一闪 持炮 人家进炮又锁住你 你敢动马 打你另外一个马 那你敢回马 他打你的炮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被困得太痛苦了 这儿的话 差点就掀着桌子啊 那拆炮准备回马 这儿的话就挤住你啊 对方只好退回 那么敌退我进 黑方就上来 这棋啊 继续欺负你 那么你闪开啊 选择飞向把你扣住 放中炮 再欺负你啊 这棋啊 逼水不漏 攻守兼备啊 杀的红方式 接接败退啊 接下这棋 回马一踩 再退回啊 这儿的话又退回 准备把这个马给围死 对方到这里啊 羊入虎口 跑不了了 看似好像可以看 狮子回马进枪 那么其实走到这里的话 应该就是胜负一分了 但是的话 这个棋由于是团体赛啊 广东十虎 对战全国十冠军 所以的话 这个集体荣誉 红方必须战斗到 最后一分一秒 我们看一下 黑方准备围城 刚才这个棋啊 是你进攻 人家防守 把你围的水泄不通啊 现在人家开始啊 反围你了 那红方又少子啊 又少兵的情况下 怎么能抵挡得住呢 肯定是挡不住的 就看一下黑方 如何妙手入局吧 这个棋下太精彩了 马后炮啊 这儿退回防守 非常苦 接下来金炮一围啊 红方出来 现在红方也就 别想着过河了啊 想回马去队啊 即便队掉 双炮足也是迎起 但他就是不对啊 看看黑方如何去 围困红方 太精彩了 小组准备亲王 对方想逃跑 平炮扣住 一往哪里跑 这儿的话 看似有一个马 黑方的马是进不来的 但是呢 黑方有的是套路 有的是手段 他选择先平足过来 那么你一进 不让这个足过来 这儿甩炮 准备呢 做好一个打马 那红方先打马 黑方落相 到这儿以后呢 打你一下 落相以后呢 再打你一下 把红方这个事项呀 全部打散 到这儿 红方也是没办法 只能见招切招 这样一来 把事就抓死了 上马去看 结果人家马就切进来了 这棋啊 确实是首尾难以兼顾呀 好不然不是连起来了 人家回马 还要平炮打撕马 红方赶快去逃 黑方平足又是一击 这儿没办法 想冲出去啊 那接下来中炮一放 要破相 到这里落相以后 这儿选择一个飞相 你这个马一边往里跳了 跳过来挤住你 红方架中炮 先挤住黑方 黑方顺势上马又扑巢 这个棋啊 你还守不住就出 黑方炮平四 让你进退两难 那么不进也不行 我扑马太厉害 那么进来之后呢 先来一将 你出这边 好 平方再来一将 那么你一垫 好 推炮回来 这棋啊 下的红方真是要先桌子了 没一点脾气啊 红方说你这是不是入错行了呢 下一回期下这么好 跑来下象棋 走错地了吧 因为这时候你看着就要杀 你这一退 半马丢了 你不退的话杀你 这棋走得实在是憋屈 那么红方只好 先桌子 黑方获胜